今天首先开始要跟大家介绍有关APA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单元主要包含先跟大家介绍 什么叫做Big 3 什么叫做APA格式 然后APA的产生的历史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认识APA格式 那最后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有关这个DOI码 就是数位物件识别号 它的这个意涵还有功能 那最后也会加上 有关这个第七版跟第六版之间的 这个差异的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 在我们一般常见的这个论文写作的 这个格式规范 有这个叫做Big 3 三大这个格式 一个叫做Chicago Menu 然后一个叫做APA Menu 一个叫做MLA的Menu 这个是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所规范的这个写作格式 那我们再接着来看 那什么是APA 我们人文社会科学最常用的 就是我们在论文写作的时候 所要遵循的就是APA格式 那我们知道APA格式呢 基本上它是美国心理学会 这是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我们简称APA 那它针对它旗下出版的一些期刊 那作者在投稿的时候 它们有订出一些写作的规范 所以简单来讲APA的格式就是特别针对学术写作的时候 应该遵守的这个规范来做制定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APA的诞生 其实APA最早它是在1929年就首度出版 那个时候只有七个page 它有出版一个这个publication的menu 然后立新1952年的第一版 1974年的第二版 1983年的第三版 还有1994年的第四版 那在第四版出版后 在2001出版第五版之前 这个中间因为因应那时候开始很多人 大量在引用电子化的这个文献 所以呢 它在1999年有针对这个电子化 这个写作的参考格式 它有做这个发表 然后2001第五版 那它就把这个电子化的格式 有纳入在第五版当中 然后2009年出版第六版 那现在最新的就是2019年10月 它出版了第七版 那有时候看它的手册 它也有说是2020年 是因为一般来讲 第六版转接到第七版 它允许中间有一个过渡期 所以如果各位同学 你现在在写这个硕士或博士论文 如果已经开始着手了 你就可以依旧follow第六版的格式 那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写 那就建议你就参考第七版的格式来撰写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APA的发展历史之后呢 我们接着再来看 为什么我们做研究 需要认识这个APA的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了解了这个APA格式 我们可以帮助初学者 他可以了解学术性文章 应该有的架构还有内涵 那也可以方便阅读者 可以参考既定的格式 可以按图所记 找到他要的资料 那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这个阅读者 可以快速的取得他想要了解的内容 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是有助于学者们之间的这个学术研究的交流 我们来看一下2009出版的第六版 它跟第五版有一些这个征修 那我们把它归纳大概有六大点 第一点就是英文作者的姓氏 如果我们在引用外文作者 比如说他第一个英文名字的缩写 都相同的时候 那第二个名字呢 他就可以全部写出来 然后用挂号来标示 那第二个不同的就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他有新增一个数位辨识码 叫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这是DOI的这个标注 那他如果有DOI 这篇文章如果有DOI 就要在最后标示出来这个DOI码 但是请注意 这个DOI码后面 它是放在参考文献最后 但是不用加据点 那另外有一个算是蛮大的变动 在第五版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参考文献 引注的是所谓的网络的资料 那要注明我们当时 引用这篇文章的年月日期 要详细的注记 但是在第六版 他就开始把这个取消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 如果你参考的这个网站资源 他常常内容是会变动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 这个研究者还是会把 至少哪一天 我有看到这篇文章 详细的日期 有做标注 那另外在第六版 不同于第五版的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作者超过八个人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五版之前 他只有规范作者超过六个人 那但是随着我们可能 一篇论文的共同作者越来越多 所以APA他也有做修正 那在第六版他有规范 如果作者超过八个人的时候 他就不用再列出 每个作者的姓名 那只要列出前六个 跟最后一位 那中间的话就是加入这个三节号 请注意这个三节号是三点 那中文我们同样的 也是标示三点 那另外呢 一个修订 就是美国出版商所在的 这个城市的周名 都要列出不可以省略 那美国以外的出版商 就要写出这个城市的名称 还有国名 那另外呢 针对这个第六版 如果引用的参考资料是 学位论文 他的格式也有做一些修正 那这个大概是第五版 跟第六版的差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第六版 他有新出现一个叫做DOI码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DOI码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套 辨别数位资源的一个机制 那他涵瓜的对象 不一定是文件文字的 它还包含有视频报告书籍 这些都有 那另外呢 这个DOI码它是一个为资源命名的一个机制 然后呢 它有一套可以识别号来解析具体位置的一个协定 比如说发行者 我们等一下会有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他可以选择用任何单位来进行DOI码的注册 比如说我们一本书可以单一注册一个DOI码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依照书的章节 每一章甚至每一节 我可以分别去注册取得一个独立的DOI码 那甚至有些如果你特别表格或图片特别珍贵 那他也可以个别的去申请一个DOI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OI码 这个就是DOI码的组成 那它的组成有两部分 我们用slash来分 前半段我们叫做自首 那后半段就是蓝色的部分 我们叫做自尾 那一般来讲自首呢 用点号又做两个区隔 前面的这个10是目前DOI它的一个特定的代码 那另外呢后面的1111 就是你要去注册这个代理机构或出版社的这个代码 那后半段的这些字尾呢 就是可以由资源的发行者 他自己来指定 来区分一个单独的数位资料 那具有唯一性 譬如说用书籍做例子 那有可能这个出版商或者发行者 他去登录的是用这个国际标准书号 来作为这个自尾的这个界定 那下面这个是DOI的网站 也就是说如果同学有兴趣 你看到一个DOI码 你把这个DOI码进到这个网站 然后输入你就可以找到这个DOI码对应的这篇文章 或者这篇书籍或者其他的相关资料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提到2020 其实他正式的出版了第七版的这个API的menu 那在第七版当中 首先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文献资料的引用 如果作者超过三个人的时候 第一次引用就直接把第一作者后面加上ETAL点 就是等人的方式来呈现 在以往的话是界定六个 但是第七版他现在改成三个人以上 好就用这样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出版地点 好这个location 好不需要在参考文献当中出现了 我们只需要出现出版商好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如果我们参考的是电子媒体的这个文献 好原来大家应该有印象 我们前面都要加注叫retrieved from然后http 但是现在第七版这个retrieved from这个字就取消 不需要写就直接把这个URL 就是这个网址呈现就好了 好另外一个蛮重大的改变就是 我们刚看到第五版到第六版的差别 是作者超过八个人的时候 他的这个变更 那现在在第七版跟第六版很大的差别 就是作者如果超过二十人的时候 在参考文献中就是列出前十九位的这个每一个作者 然后是最后一位作者 那中间同样的加上点点点 那换句话讲 在第七版如果你的作者是少于二十人 那在参考文献当中就必须要全部列出 好另外呢刚刚提到第六版新增加的这个DOI码 在原来第六版它是单独出现 但是现在它跟URL结合 也就是说它是用http 然后会注迹这个DOI码的方式来呈现 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不同的就是电子书 以前在旧的第六版如果我们阅读电子书 它要标示阅读的这个软体的版本 那现在就不再需要 那只要呈现出版商就可以了 以上提到的这个第七版的一些修订 在后续我们逐一介绍这个APA格式的时候 那我会我会再特别提醒各位同学 我会订阅这个APA格式的时候